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安排五位被裁定宣誓無效的議員再次宣誓 期間青年新政的梁仲恆準備宣誓前 建制派集體離場引發劉會 最後梁仲恆、游偉貞及劉小禮未能重新宣誓 莫子瑩報導 立法會大會早早復會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安排早前被裁定宣誓無效的五位立法會議員重新宣誓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最資深的黃定光首先重新宣誓 案不劃次序姚重嚴排第二 本人姚重嚴 這個時候建制派集體部出會議廳 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 在他完成宣誓之後 民建聯的陳克勤提出規程問題 主席我認為現在的會議室內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 請你清點法定人數 原定下一個宣誓的將會是青年新政的梁仲恆 建制派集體建記者解釋離場抗議的原因 之前我們已經在無論是口頭或者書面給主席的書面 有些要求也發過公開信要求對方那兩位議員 去作出一個道歉向全球還道歉 但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收不到他任何正面的回應 還是說一些令人失望的說話 就說我們做事是無知多餘的 王國興說午餐肉 那變成了 你們留會 所以 你們 五餐肉的地獄 你們都不是 五餐肉 期間社民營的梁國雄 想前同建制派對罵 梁國雄將午餐肉定向建制派 諷刺他們留會是浪費公帑 你不是公帑嗎 其間民建聯的陳恒斌 撿起地下午餐肉 定向梁國雄 讓我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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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雄將午餐肉 定向馬逢國 讓我扔 會議廳內熱血公民的鄭松泰 將建制派放在桌面的國旗反轉 民建聯的蔡麗環上前同他理論 全部反轉 為何有人搞他不搞 讓我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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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松泰議員 你再不回去你的座位 我認為你行為不檢 鄭松泰議員 我這個是最後的警告 鄭松泰議員請你離開立法會議室 點人數還有五分鐘 鄭松泰就被梁君彥說離場 十五分鐘過去 會議廳內仍未夠法定人數 主席梁君彥宣佈留會 由於傳召中聲已經明十五分鐘 議會議法定人數仍然是不夠的 我根據議事規則第十七條 第二款我現在宣布休會 無法宣誓的青年新政說 歡迎建制派宣戰 有人引用我們議會指一個前輩 王國興先生的一些先言就是 他在荒廢納上多少貴午餐肉 你會不會道歉呢 不會 他們應該為他們現在這些 無知同無聊的行為道歉 不是我 他們一直在荒廢納堂 在荒廢納堂 相信有些選民都會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會議 我很想知道 既然是這樣 反而自己的選民會不會 投給他們選民 未能宣誓的梁仲恒 由偉晶和劉小麗 繼續不能出席立法會的所有會議 NOW TV記者莫子營報導